男生小子 你千万不要吓不开 我不吓得了任何人 身为母亲 他们面对男姐的心结 对不起 妈 我要去县里找工作 你就是想去找高尔妮 妈 你不要再缠缠我了好吗 我这是做错了什么 你怎么 我紧张的不是我能不能当选这个村主任 是赵颖水能不能选手 当村主任关系着修路 关系着咱们村的未来 一波三折 他们面对困难勇敢前行 明天要想赢他们俩 这么干 我要跟领导举报一个代理主任郝大伟 和住村战部齐小木的伪计问题 敬请期待 方圆巨镇 相录第八集 我这两天有点事要去趟西安 什么事比选举还重要啊 我要去见一个投资商 好大为 可能根本就不想当这个村主任 我是来报名 咱这村主任的选举的 赵颖水都可已经报名参选了 他一直对当这个村主任不感兴趣啊 怎么会这个时候参加选举呢 咱们村的选举还有热闹看了吗 只要是你在选举中帮我拉选票 我就给你找大先生千分改命 你 你不要躲了吗 那就是跟你说一句话 你看你都手挂这么些年 你多不容易 你要是想嫁人 你搞绿汉啊 大人 不许你们欺负他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弃我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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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够了吗 羞辱和羞辱够了吗 够了吗 够了 你们看 杨总把投资一项书发过来了 太好了 这杨总还挺有诚意的 修路 势在必行 大卫 不好了 余连翘要听我牙 快快快 快快快 走走走 余连翘小子 你千万不要下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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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要过来 我后退 大家都我后退 我就跳进去了 余连翘 你想想 你还有冥冥呢 你跳下去了 冥冥可就成了骨儿了呀 小小子 对呀 莲翘 我对不起你 我 我就破罪 我 我就破罪 我再也不说胡说八道了 你不敢跳 你不敢跳 我也不达全身了 你可不敢跳呀 莲翘 莲翘 千万别跳 都怪我吧 我平时说话呀 太刻薄了 你下来打我都行 你们千万别跳 别跳啊 不敢跳啊 不敢跳 不 不 我谁也不管 我今天走到这一步 是因为我自己活不下去了 我得了一种 吃也吃不好 死也死不了的病 我这一辈子 再苦再难再累 我都没有关系 我真的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怕拖累我们家明明 我不想拖累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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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是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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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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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我妈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看看这个 就说了 赵主任来了 赵主任 赵主任 我听说连翘的事了 这强质性基础炎 是什么病啊 我大学同学也得过这种病 也是不死的癌症 开始只是腰痛 后来就全身僵硬 最后 那最后会怎么样 瘫痪 卧床不起 现在医学上 还没能彻底医治 这种病的手段 只能延缓病情恶化 这就是于莲俏 不是明明的真正原因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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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明明 起来啊 明明 妈呀 对不起 来 来 来 起来 这种病 明明 明明 不就是钱的事吗 给我起来 起来 连翘 连翘 来来来 起来起来 连翘啊 连翘啊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不就是治个病吗 你赵叔向你承诺 以后你的全部医药费 全部由我来承担 往后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我说 我赵盈水 绝不会看着咱自己 村里人的困难不管的 谢谢 谢谢 谢 谢什么谢了 相避相亲的 那都是一家人 这个张老汉 我一定会严肃地批评他 竟然走出这种事来 那太不像话了 还有 前生是个好啊 做事稳妥 实诚 这个你呢 也不用有太多的顾虑啊 不就是差几岁吗 哪儿来的这么多封建思想吗 我跟前生什么都没有 有没有也正常 你 安心养着 以后有什么想不通的 尽管找我说 那我先走了 好 谢谢赵叔 好 谢谢 赵主任 好 赵主任 赵主任 快坐吧 赵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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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过来 哥 那钱你给啊 我还不是为了你 我要不安抚好余莲翘 就这些人能饶得了你 谢谢哥 请给我找个事 对不起 哥 我一定给你多拿选票 老汉子 你就放心了啊 我要选上这个村主任 我一定撮合你和余莲翘 但是 你明天必须把医药费 给我送到村委会去 争取宽大处理 要不然 就这个秦晓睦 饶不了你 好嘞 好准 这是我给前生的医药费 放下 金宝 收一下 那我走了 站住 你还没给前生道歉呢 还道歉啊 必须道歉 必须 不光要道歉 不光要道歉 这前生啊 耳朵不好使 你道歉的时候 得打点声 多大声 嫂子 嫂子 慢点喝 烫 我万分羞愧 做出 深刻监讨 我向刘钱僧统治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做出这种事了 我诚心地向钱僧我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以后我保证我再也不打人了 我做个将文明懂礼貌的好男人 今天早上啊 明明又回县里上班了 走的时候心事重重的 这明明刚上班就踏上这事 换谁都够呛 怪不得于连翘死活不当明明的累赘 那于连翘的医药费 我们从政策上应该给她一些照顾吧 本来是可以的 可是现在何明明啊 她考上了公务员 按照国家的政策 这公务员家属啊 是不可以享受低保照顾的 可何明明刚上班 就她那点工资 怎么负担得起她妈妈的医药费啊 喂 喂 什么 爸 你真要给于连翘出医药费啊 那可不少钱呢 你说呢 傻丫头 行 知道了 不过 赵银水这次 把于连翘的医药费给承包了 她可是下了血本了 看来村主任这一职 赵银水志在必得啊 你们真以为我老丈人 要承担于连翘的医药费啊 你意思是说 她靠这事拉选票 行了 咱先别说于连翘医药费的事了 刚才有村民给我打电话 说你们两个的选票啊 都已经上了张老汉的赌桌了 什么 童花顺 亮牌 你这手气 全面拿来 拿来 咱说好的啊 我赢了选票给我 我输了你们一人一盒香烟 张老汉 你赢这么多选票 你是要偷给谁啊 肯定是给赵主任吗 还能给谁 赵老汉 你可真行啊 利用选举赌博 亏你想得出来 我 我 我这不是给你弄选票了吗 不对啊 你不是说你要偷给赵银水吗 我啥事说的 我啥事说的 你看看你这个熊样 进门 说了 所有今天参与赌选票的人 选票作废 每个人罚款二百 不想交罚款的 给我到村委会去抄村规 十遍 不是 我这咽 我 你那是胡说啥了吗 还不是你害的 暴气了一下 干嘛呢 都抄上啥呢 赶紧抄 去 这啥字嘛 遵守的遵啊 超级都不会写吗 揍你囊得很 行了 你说说你们几个 好好的选举 到你们这咋就变了味儿了 嫂子 二娘回来了 小姑姐 二娘 我回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法院判决书下来了 我离婚了 真的 太好了 阿妮 法院把宝儿判给你了 阿妮 你真的离婚了 阿妮 你怎么在这 坐下 撑他 你 你这是干吗呢 走 我们这学习村规 遵守村里规则 正做好村民啊 是吧 金宝哥 对 二胡他们呀 正在学习村规 学得可认真了 都已经到了第五遍是吧 对对对 第五遍了 行 那你好好学吧 我得先回去了 宝儿还在朋友家睡觉呢 我先走了啊 行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二妮 二妮 我去县里找你 二妮 二胡 二胡 你要上哪去 二胡呀 你要上哪去 你要干啥呀 妈 我要去县里找工作 我不想天天在家待着呀 你 你就是想去找个二妮 对 我就是要去找个二妮 她让我活得有劲 活得有希望 我跟你说 你不能到县里去 你要到县里去的 你咋活呀 你都没有离开过妈 妈 我有手有脚 又有驾驶症 二妮带着娃在县里 都能找个工作 为啥我不行 妈 我在你心里是个啥 废物 妈 二胡 妈 妈 不是那个意思 打工的日子不好过 你要知道 打工的日子有多苦 妈 我就是一个从小没天的娃 我为啥不能吃这个苦 我为啥不该吃这个苦呀 妈 二胡 妈 以前我什么都听你的 那是因为我怕你 觉得我翅膀硬了 怕你伤心 但是 我现在翅膀真的硬了 我想飞也该飞了 妈 二胡 二胡 只要妈活着 妈就不想让你走 妈 你不要再缠缠我了好吗 你这不是对我好 你就是想让我一辈子待在你身边 妈 妈 要不这样 你像于连翘一样找个老伴 我支持 老的少的都行 就是别再缠着我了 行吗 妈 二胡 你怎么能跟你妈这么说话呢 你妈这辈子 可都是为了你活着呢 我不需要大为我活着 我长大了 我得有自己的生活呀 我这是做错了什么 我 你走吧 你走吧 让他走 来 来 双双 小心 快点 快点 小心 快点 走 记住 快点 快点 她 也不 możemy 她 爹 小爷 大伟爷 来 坐 您这腿 没事 为选举的事来的吗 是 这不是马上就要投票了吗 咋 趁不着气了 有点 这可不是你好大伟的风格 你不是真强好胜的人 但是这次 我希望小爷您支持我 为啥 我跟您直说了吧 修路的这件事 我一定要干 还有就是 我很清楚 秦小牧的确有很多 剩余我的长处 他有魄力 但是他缺少在农村工作的经验 再有 他这个人性子太直 缺少圆润 就这样 还有 他本身 他可以有更优越的工作 和更好的前程 我觉得于公于私 还是我留下来做这个村主任 更合适 还有呢 没了 还有就是 你起了私心 我 婶儿 能看出来 您也是个要强的女人 我能问一下 二虎他爸去世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二十二年了 二虎那年四岁 他爸就没了 那这么多年 你带着二虎 都是怎么过来的呀 我娘家 怕我是废壮子 不让我回去 我就自己带着二虎 过 婶儿 一切都过去了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爸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说一个妈妈要出远门 就给自己的懒汉儿子 唠了一张饼套在脖子上 可妈妈回来的时候 儿子还是饿死了 因为他只把面前的饼吃了 却不知道把饼转过来 您之前给二虎蒸各种 低薄补贴啊 就是给他掏了一张大饼 您为啥不教会他自己 学会做饼呢 婶儿 二虎是你生的 可他不属于你 他得有自己的人生啊 你养活不了 也保护不了他一辈子 不过你放心 我跟仙离救援处联系了 会给二虎介绍一份 合适的工作 真的 真的 谢谢你小五 是吗 婶儿 二虎说得对 你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了 都这么大人了 还赌钱 还画了点小王八 不想丢人 你懂个屁啊 我那哪是赌钱 我那是赌选票 那是郝大卫和赵主任的运程 你爸多偷晒一票啊 那就是决定了他的命令 不害臊 满脸小王八 咋说话呢 不害臊 满脸小王八 不害臊 满脸小王八 你再说 你让我不打你屁股 婶儿子 满脸小王八 满脸小王八 站住 站住 我还抓不着你 你让我抓上你没有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 哥 你咋来了 长老啊 你给我过来 我跟你说点事 进屋去 哥 咋了 这么晚去哪儿了啊 哦 我去大风车家看了看 嗯 二虎不是走了吗 我还挺担心大风车的 哎 对了 我今天看了个文件 说 可以把何明明的户口 调到县里 把余连翘的户口单立出来 这样它就符合地保政策了 哎 你这个主意好啊 这样的话 余连翘家的问题就解决了 对啊 嗯 嗯 看来我真不能小看你这个对手了 原来你一直小看我呀 没有 跟你开玩笑的 说正经的啊 明天呢 就要选举投票了 听说领导也要来 紧张吗 我紧张的 不是我能不能当选这个村主任 是赵颖水能不能选上 因为当村主任 关系着修路 修路 关系着松茂集团的投资 投资 关系着咱们村的未来 我让你给我拉选票 你咋能这么明目张胆地干 我成啥了 那兄弟 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瞧你干的这件事 明天要想赢他们俩 这么干 好 投票 投票 来 抽一个 我跟你们说啊 来个 咱们今天啊 一定要选秦小木一跳 投赵主任的啊 赵主任是想爷培养出来的 投赵主任就是投想爷 记住 记住 投赵主任啊 因为赵主任 那才是咱们大家伙的主心骨呢 老韩 全村都来的真了呢 年俏小子 前生 小木 你们来了 辛苦你了 张会计 还是很重要的啊 你们能来 我就很高兴了 对对对 哎呀 陈主任 哎呀 陈主任 让您亲自大驾光临 真是勇失原因 你先忙 英水 今天你出马参加转村主任 我当然得来了 哎呀 客气客气 我现在年龄不小了 但是趁着我能干的动 想为咱村里人再做点事 你有这个想法就是好的 嗯 哎 哎 怎么没看见宋文响来啊 哦 响哥呀 他在山上还有点事 他您还不了解吗 那是操不完的心呢 陈主任 我们走 好 好 好 小月会来吧 小月是选民 她应该会来的 走吧 农村基层的村民选举 一直是我们农村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是我们每个农民的大事 东岭村 今年能把民选搞起来 我很高兴 第一位上台陈叔的选举人士 赵小水同志 鼓掌 好 今天呢 我也没准备什么演讲稿 就想和咱们村里的乡亲们 唠一唠我的心里话 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岭村人 这牛蚁山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是看着咱们村里的这些娃长大的 二虎 明明 有权 还有好大伟他们 我经商这些年 这是打青青牌 打的是老子哥牌 但是 看到咱们村里的发展 我这心里急呀 在座的 都是我的父老兄 那想当年 咱们可都是从苦日子里一起熬过来 还是迎水念旧 今天 赵主任心里都是群众 我赵迎水 站在这发言的中心思想就是 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 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山 保住我们的水 我要用我这些年 我做生意所积累的人脉和经验 带着我们全村的人一起支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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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伟同志 他陈述的内容题目是 千难万贤也关不住 东岭村的绿水青山 好 我去了 加油 村民朋友们 我就是刚刚赵颖水同志口中 看着长大的那个孩子 郝大伟 也是服务了全村三年的郝大伟 在代理东岭村村主任这三年的时间里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们东岭村的青山绿水 不应该只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更应该向外界 向世界敞开 世外桃源 那是古人的向往与追求 我们现在不应该守着十几年 和几十年前的生活方式 来与这个时代的潮流逆行 脱贫攻坚的这场仗 已经胜利了 可是我们这些基层村干部 不能坐在功劳簿上 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 更应该是我们这些基层村干部 日夜兼程所该做的事 谢谢 谢谢 好 好 最后一位上台陈述的选举人是 秦小牧同志 好 秦小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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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领导 各位村民 大家好 我是秦小牧 在三名选举人当中 我是唯一一个外来户 我在这个村子里 报过警 闯过货 放过广播 讲过课 我是你山神奶奶 你给我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得了 我知道 作为一名外来干部 参加选举 我有很多的劣势 可无论是优势还是劣势 我相信 一颗真诚 热爱 诚挚想扎根下来的心 比什么都重要 我当过五年记者 记者的工作经验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们东岭村的村民 背靠着青山绿水 却要背井离乡去赚钱 是我们村干部 没有把村集体经济搞起来 是我们辜负了这些青山绿水 如果我当选村主任 我的目标是 让村民们不用背井离乡 在家门口就能致富 奔小康 好 好 下面是选民自由提问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当面提出来 那我先来提一个问 我都想问一下 好大位 秦小木 我们村老祖宗留了一句话 叫神仙露毁干部 我就问你们两个怕不怕 老汉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我不怕 有本事 有本事 你把那神仙挖出来 你让我看看 就是 你去挖一个 挖一个呀 你去挖啥挖啥 你去挖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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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婆娘懂啥 老汉 我 不是怕 我是 根本就不相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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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入投票环节 每一位选民 把自己填好的选票 投入选票箱 经陈主任建议呢 咱们引入新的投票机制 就是三位选举人 也拥有一票 可以投给自己 也可以投给其他的选举人 得票多者 当选 现在开始投票 好 好 好 小木 我 要有点 好 我 买买正 郝大伟 秦晓睦 赵颖水 秦晓睦 郝大伟 郝大伟投票很精彩 票数也是这么紧 在别的村 那是没有的情况 是 郝大伟 秦晓睦 郝大伟 秦晓睦 赵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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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晓睦 最后一票 赵颖水 现在距离投票截止时间 还有五分钟 没有投票的村民 抓紧时间投票 谁呢 有票就投吗 你放在口袋干啥 看一下吧 谁把票没投 快看一下 快看一下 都看一下 不投了吗 现在截至投票时间 开始倒计时 十 十 九 八 等等 还有我 晓颜来了 晓颜 晓颜 还有我 郝三三 莎莎有点事 差点来晚了 摸的票 秦晓睦 秦晓睦 本次选举 共输到有效选票 共计七百四十三票 弃拳二十八票 其中赵颖水同志 一百二十票 郝大伟同志 二百四十一票 秦晓睦同志 三百八十二票 好 秦晓睦 胜出 我宣布 东岭村村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 秦晓睦同志 当选为 立阳县东岭村 下一届村会主任 下面有请 新当选的东岭村 村委员会主任 秦晓睦同志 上台讲话 给 晓睦 去吧 秦晓睦 秦晓睦 等一哈 我要跟领导举报一个村委会干部的伟纪问题 这位村民 你要举报谁 举报什么伟纪问题 郝大伟 秦晓睦 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还有正事 真是八道 代理主任郝大伟和朱村段部秦晓睦 他们是隐瞒了情侣关系 把我们村委会变成了夫妻店 张老汉 说这话要有证据啊 就是 张老汉 你说话一定要有证据 嘴壁啊 你 郝大伟亲口承认 秦晓睦 就是朱桓 郝大伟 着 这张老汉是怎么知道 秦小木就是朱桓的呢 你这得看张老汉揭发这事 他对谁有利 那赵盈水又是怎么知道 这个事的呢 你俩看我干嘛 我不可能告诉他呀 我不可能出外大尾呀 哦 我想起来了 靳宝跟我说这事的时候 赵水灵给你送汤来了 还是你 我们呢已经把情况 反映给县里组织部和纪委 上级领导决定 由我们成立临时住村调查组 尽快地查明实施 你们俩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那好 希望你们俩 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 我们会的 报上级批准 住村检查组与村干部 村委会研究决定 暂停 秦晓木好大尾在村委会的一切职务 带工作组查明事实后再相安排 秦晓木好大尾的工作任务 暂由李进宝 林海娇同志代理 看 看灵不灵 神仙漏毁干部 老走中流汉来的话 你都说灵不灵 灵 哎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吗 就是 叫奶球的保小路 非要小路 就是 看这还能吃他了 这两个人 就此砸村上 第一队因为男女关系 就要吃他了的干部 挺好 这才能吃 气能点 阿 呀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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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今天咱们就祝儿霓河二虎幸福美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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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今天呀 咱们就算是把这婚事给定下来了 咱们呀 再找个吉祥的日子 把这俩孩子的婚事一办 我看行 过几天呀 我找个人给看个日子 把彩礼过了 这事啊 就算定了 婶儿 你觉得多少彩礼合适啊 我看你家这条件 婶儿也不多要 你就表示 对二妮儿的一个尊重就行了 十八万 朱桓是谁 是我和我的父亲 你见过秦晓木和郝大卫 有过什么不正常的走动吗 没有 你看你看 他俩就是在那搞对象的 赵颖水啊 他越是无所不应其极 就越说明他心里有鬼 他争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村主任 而是他在这个村子里的法外之地 老汉 老汉 你放心 我赵颖水上任之日 就是你家仙人千坟之石 我是前生 今天我要对全村的人说 我要去云年骄 前生 你闹够了吗 嫁给我 好吗 老汉 你看看这个 咱们所有的村民股东啊 都签字了 滚 我看 只要我活着 想生动 没都没有